记者陈建志台中报导,大力区美群路进行下水道工程后,因台电等管线单位接续施工,造成路面池位封层引发民怨经事议员,李昌一再反映台中市府水利局近日协调各管线单位后,今天开始进行路机改善工程,将先铺设临时搏油,带路面更扎实,稳定,在农历年后全面逃出重铺。 市议员林毕秀表示,每群路因管线单位施工尺位封层,不断接获民众陈勤,抱怨路不平难走,今天终于开始第一阶段施工,特别汉图城里长黄人要到场关心,现场发现许多路机遭掏空,要求一定要完成回田,好时如直如期完工,让民众有一条安全舒适的道路可通行。 市议员李天生也说,每群路下水道完工后路面尺位封层,每逢下雨路面泥泞,民众指责声浪不断,因农历春节即将到来,要求水利局赶紧完成路机改善,重铺,避免造成民众困扰。 市府水利局副局长马明迁今天表示,去年美群路下水道完工后,英台电发现之前埋设的电缆管路,在下水道施工时遭损坏,因此进行修复工程。 此外,水利局一并进行老周寒管和上游托管的管线修复,自来水公司也进行老周水管开换,才会让该处道路持位重铺。 马明迁表示,经协调相关管线已在20日全部完工,因陆续施做的下水道等工程,让该路段路机受损,下线。 从今天开始进行路机改善工程,铺设碎石碾压,夯石并铺设低强度混凝土补墙,之后将先铺设零石薄油路面,方便民众农历春节前后通行并借此让路面更扎实,稳定。 带能力年后再全面逃平重铺。